大家好 我是Acer 那么今天我又来给大家试车了 试什么车呢 我先卖个关子啊 想想在七八年前 我曾经试着架了一台宝马的电动车 就是宝马的爱三 当时给我的印象 这台车非常的梦幻 小巧且是全碳纤维的车身 配上一个高科技的内饰 而且那个内饰材料全部是环保材料 给我的感觉 电动车的未来就是那样 不过呢 当时因为是几年前了 七八年前 所以它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 而且呢 车轮为了环保呢 也做的比较窄 给人感觉呢 这个车是不是太过的简单 同时呢 因为它的续航短呢 它的实用性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但是呢 经过几年的发展 那台车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试的这台车呢 就是全新的宝马爱三 就是我眼前这台车 这台爱三 与我们熟悉那台老的爱三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车就不过来 这台车更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个审美啊 一个典型的一个三星造型 与路面上跑的燃油版的三系 基本是差不多的 当然了细节设计还是有些变化 比如说进气格栅 因为它是电动车啊 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散热部件 所以它的进气格栅采用了一个封闭处理 但是呢依然保留了宝马的双渗型造型啊 家族化腾腾腾要有 同时呢车灯更加犀利 应该说这个车的前脸看上去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宝马车的一个战斗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爱三的侧面啊 应该说侧面线条还是典型的三系的风格啊 轴距啊与在售的燃油版的这个三系 基本是差不多的 超过了2米9的轴距啊 应该说轴距还是比较长的 当然了因为这台车是一个电动版本 所以它的这个车的高度啊 离地间隙稍微低的那个地方 毕竟下面有一块电池组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轮毂啊和三系完全不一样了 它采用的是低风阻轮毂 这也是我们时下最流行的 只要电动车一定是尽可能 让轮毂的这种镂空啊减少一些 让它风阻减少一些 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在前轮的后方啊 增加了一个后扰流的处理 这样的设计呢 还是为了降低风阻 提高这个车的空气动力学的这个设计啊 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电动车更加的节能 同时呢运动效果会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尾啊 应该说车尾设计啊 和我们熟记的三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比如它后面采用的这种后扩散剂设计啊 不但提升了这台车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同时呢给这车的这个感觉啊 会更加的运动 尾灯呢还是一个典型的 现在宝马的一个加速化特征的尾灯 有点像回旋标 确实视觉效果还不错 Logo大家可以看到是E-Drive 35L 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E-Drive 就是一个电动版本 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既然它这个电动车 很多人会好奇 它的后备箱表现究竟怎么样 我们去看一下 这台i3的后备箱空间还是够用的 因为它是采用了三系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的深度是有 但是因为它是电动车型 而且是后驱电动 所以呢它后桥上有一个电机 会影响到这个车的后备箱的高度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这个后备箱高度并不是很高 有一个低音炮在这个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所以影响了它的储物空间 所以这台车后备箱空间 只能说是够用 我现在是在i3的车内啊 应该说这个车内设计 还是我们熟悉的宝马风格 环抱式的驾驶舱啊 给你感觉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氛围 同时呢 采用了个仪表和中用屏联起的一个 通体连贯的一个屏幕设计啊 是时下最流行的 而且这个屏幕的清晰度非常高 灵敏度也不错啊 操纵起来还是非常的nice 因为它是宝马 所以它的整个中控台的风格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风格 比较运动的一个感觉 而且呢 在细节设计上还是有提升不少 iDrive系统的旋钮 在一个传统的中控的位置 挡霸设计成了一种拨杆设计 这也是电动车的一个特质了 我觉得以后的挡霸会越来越小 那么这台车呢 就是宝马车上目前最小的挡霸了啊 已经做成一个小拨杆了 同时呢 这台车有语音助理功能 所以你一些基本的操作功能 只需要语音幻影它的助理 就可以操作 比如说啊 这个车窗了 包括空调了 甚至是天窗等等各种功能啊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 而且比较科技的 这个与时下主流品牌的这些 车载的语音助理系统 基本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座椅啊 座椅还是一个运动化包裹的座椅 而且皮质的质感很好 上面有打孔皮的设计 而且最重要一点 它的腿托是可以调整的啊 主副驾都可以调整 这一点很重要 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你一个 非常合适的坐姿 我现在是坐在了宝马I3的后排啊 应该说这个后排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这台车的轴距 与三系的家常版的轴距差不多啊 所以它的腿部啊 这种纵向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大家看到啊 我坐好以后 大概有两拳半的这么一个腿部空间 同时呢 它的坐垫厚度是有的 所以这个坐垫 坐上去会感觉包裹性非常好 很舒服 同时呢 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很舒服的坐姿啊 这个身体靠上去啊 也很舒服啊 不过呢 腿部支撑的位置稍稍还是因为地板的高度的问题 所以还是稍稍高了你一点点啊 在后排你会发现它有独立的空调的一个调节区啊 控制后排空调 这点很重要 舒适度要有 而且这台车有遮阳帘的一个全景天窗啊 这个在电动车里不多见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电动车采用的是全玻璃顶的设计 但是呢 到夏天的时候啊 会非常非常晒 有了这个遮阳帘呢 会减少这车内爆晒的感觉 所以传统的一个品牌 还是在细节上做的是到位的 是罗是马 我们要拉拽溜溜 这台车有这么高的配置 同时有这么好的一个运动的基因 我们一定要试驾起来 让它跑一下 看看什么感觉 同时想强调一下 这台车采用的是后置后驱 也就是电机放在了后轴 那么最大功率呢 电机达到了210千瓦 同时最大扭矩达到了400Nm 应该说这样的动力水平 达到了330的水平了啊 值得期待 我们去试一试 看看究竟它的开起来 感觉如何 开始出发 先是一个蛇行罩装啊 这是一个测 检查这个车辆操控性的一个基本项目 大家看到啊 这个非常灵敏啊 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电动车 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动车车重比较大 尤其是电池比较沉 会影响到这个车辆的这个整个的动态性能 尤其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笨重的感觉 但这台车表现的还是非常好 大家看高速过弯的时候 你还能听到一些啊 丝丝的这种轮胎的摩擦声 但是在弯道中那种姿态控制的是非常好 啊 这就是一个宝马的底子 毕竟啊 尽管这是车 尽管这台车是一个电动车 但毕竟这是一个宝马 所以它的操控性能还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在高速上试驾这台i3啊 应该说它所具备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 是跟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主流的车型差不多的 比如说自动的车道保持 包括自动的一个车距保持 包括拥堵辅助啊 所以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车队行驶的状态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我现在很轻松 我们打开这个功能以后呢 整个车会保持一定的车距啊 与前车 同时呢 保持在这个车道里正常行驶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你手啊 还是要多多少要扶在这个方向盘上的 因为它会识别到 长时间你不扶方向盘的话 啊 它会提示你啊 经过一段时间提示 如果你还不扶方向盘的话 它就会退出系统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手轻轻的扶着方向盘上啊 那么这个功能就始终保持这个车 在这个车道上行驶啊 比较轻松 对于高速行驶 或者是在这种啊 这种环路上行驶啊 这个功能会极大的缓解驾驶者的疲劳 大家看 我右脚啊 完全是一个放开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 会减少你的疲劳感 那么说一下驾驶的感觉吧 这个车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最大的感觉就是还是宝马车 所以它的这个噪音控制啊 NVH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我们知道啊 这台车的这个电机啊 做了一个隔音的处理啊 包裹 这跟市面上很多的这个 在售的电动车不太一样 它还考虑了电机那种噪音的影响 所以呢 这台车在高速行驶时候 你很难听到这个 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电机上的一种消叫声啊 嘖嘖嘖那种特别刺耳的高频声音 在这车上没有 所以它的这个风噪声控制的非常好 还有底盘的噪音啊 因为增加了很多这个这个隔音的处理 同时呢 增加了一些扰流的一些部件 所以这台车在高速行驶的那种舒适感是非常好的 三系的驾驶质感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台车就是什么样的 但是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比燃油版的三系要好的 就是噪音控制会更加优秀 应该说今天我们试驾这台宝马的i3 给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它的外形设计确实是非常的抢眼 而且呢配置真的是很高 从动力表现来说的话 是完全日常家用够用的啊 官方是6.2秒的百公里加速 虽然跟时下市面上那些纯电动车去比呢 它的加速并不是很抢眼 但是毕竟这是一台宝马 它的操控感觉会更好 同时呢 它的悬挂调校呢 也更加的舒适啊 这一点是更符合家用的特性 重要一点啊 它的CLTC的续航是达到了526公里 以我的经验 在这样的续航表现 在日常使用呢 基本上打一个7到8折 400公里左右 所以日常使用也完全够用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花34.99万元 买这台挂着BMW的宝马i3电动车 还是会考虑那些新造车适宜的电动车呢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这台车 因为它是宝马 好了 这就是这期节目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